冠棒肉搏站开打 中印边界再传冲突 跨面前方是印度军人持冠棒敲打 丢石头等冷兵器攻击方式驱赶中共解放军 根据外媒消息 大约300名中共解放军爬上印军驻守的边坡授战 这里中印都声称有主权 但实际是由印度控制的打望地区 印军仿佛打地鼠棍棒攻势 逼得中共解放军不得不撤退 印度军人超级嗨 台岛山坡下解放军不断欢呼 但是这冲突不是最近发生 画面中的天气状况跟现在12月应该是冰天雪地有差距 所以推测应该是夏末秋初之际拍摄 但为何现在流出似乎有所意图 中印边境局势总体平稳 双方一直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 就涉边问题保持畅通的沟通 CNN指出冲突影片流出凸显中印边界 紧张一触即发 可能比台海限失控 TV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